国际上快速的人才的需求跟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加上我们的少子的话 大概我们现在新生额也剩下12万 日本的JSKIP 他现在最快速的不到一年可以取得永居 就是高端专业人才 到一年就可以取得了 不到一年就可以取得了 那我们呢 目前来讲 如果我们这次不修正的话 我们大概要到两年到三年才能取得 那相较的话 我们跟日本的人才吸引比较就会比较落后 那最近韩国也在调整 在泰国也在调整 新加坡也在调整 所以我们必须跟上去做一个竞争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是绝对不能 以不输为原则 一定要做到 我们的条件要能够接近 对于主委你的答复 我觉得还没有回到重点 所需要的人才 他的样态也一直不断的改变 当然需要一部专法 你现在把这个白领 又用国华会的外国人才 的雇用方法来弄 然后用蓝领的部位又从劳动部去 我觉得这个整体需要一个专法来整合 那个卓氏委员 因为我们今天审查的是 外国专业人才的揽财条例 我们到时候在讨论新经济移民法的部分 我们再来就这个部分来研讨 新经济移民法绝对不会是影响到 这个就业的问题 国内就业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是人才 因为在这个上一次我们跟经济部长在做咨询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清楚 我们现在面对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竞争 我们必须很清楚说 人才大家都在抢 我们每一次修了法之后 基本上人家又跑到另外一街了 那就是我们都是头痛一痛 脚痛一脚 可是我们法的一个处理永远都来不及在整个世界潮流的一个演变 大家都在抢人才 所以我想新经济移民法我们重点是人才 而不是影响到我们本劳的问题 我觉得这必须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否则今天出去可能大家都会误解 我觉得这个分也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所讲的新经济移民法是说 我们不要再次 每一次我们当然提人才的部分 要去沿染人才 然后修这个法修那个法 而是一次性 我们讨论好 现在国际局势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一次 然后希望透过我们国发会 我们是know how 我们很重要都是一个平台 但我们这个平台不是一个经济部可以去谈 我们其实把经济部要求你赶快去处理 他也处理不了 因为这是跨部会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 从之前赖清德院长那个时候 到现在已经又经过了好几年了 事实上在整个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个潮流 已经又变了好几遍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士兵应该赶快 一次讨论好 一次处理好 把所有各部位找来 现在大家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 是什么样的一个竞争力 在我们这个新经济移民法法讨论清楚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来那我是不是让陈金辉委员发言完就请那个国发会主委回答 好谢谢 今天在这个外国专业人才言览跟雇佣法审查 虽然我不是主题案人 但是也很想询问主管机关 就是国发会的主委 一些相关于这个法案的意见 那当然刚有听到说陈金辉委员有提到的很多事我也认同的 比如说我们目前折底申请永久居留的续留期间条件上是不是已经不足 所以导致我们已经无法透过高教的招生来抢国际的人才 因此需要做这样子的放宽 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另外我也很想知道说 跟我们比如说邻近的日韩等国的比较 各自的条件啊 施政措施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比人家差 是不是有一些国际上的案例可以来参考 对 那第三当然陈金辉委员觉得可能不会影响到本土的就业人才 不过因为现在是各级学校的毕业季 所以同学们也会关心到说 未来是不是会面临到这方面就业的冲击还有压力 谢谢 好来那个请国发会来一并回答 好谢谢 好谢谢各位委员的建议跟看法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了解的部分 那其实政府在施政上面一定会照顾本国人民为优先 这个是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包括我们的就业率啊就业状况 那我们本国劳工或者是白领阶级我们都会充分的照顾 这是一定的 那只是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国际上快速的人才的需求跟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加上我们的少子化大概我们现在新生额也剩下12万 那我们必须去填补它 那这个是整个全球的趋势 那在亚洲部分我们其实在比较日本来讲 日本的JSKIP 它现在最快速的不到一年可以取得永居 就是高端专业人才 到一年就可以取得了 不到一年就可以取得了 那我们呢 目前来讲如果我们这次不修正的话 我们大概要到两年到三年才能取得 那相较的话 我们跟日本的人才吸引比较就会比较落后 那最近韩国也在调整 在泰国也在调整 新加坡也在调整 所以我们必须跟上去去做一个竞争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是绝对不能 以不输为原则 一定要做到 我们的条件要能够接近 那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至于委员们提了一些做法 就是说希望政府有一个比较整合性的 来看这样的一个法令 从可以把白领 蓝领 绿领 这些都考虑的充分 而不是说像现在来讲 国安会在负责白领的部分 那可能劳动部在负责蓝领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一个整合性的规划 是一个可以被考虑的事情 我们也会去请个相关部会 也会跟院报告来看看 是不是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整合性的探讨 让我们未来的国家人才竞争力 会做得更好 对于主委你的答复 我觉得还没有回到重点 新基因法是经过行政院一定会通过 那时候 你要行政院通过是多么严谨的程序 周围要审核 然后各部会要提供意见 然后来送来立法院 当会起来列为优先法案 现在新境界形态 一直日新月异 一直不太的演变 对不对 那所需要的人才 他的样态也一直不断的改变 当然需要一部专法 你现在把这个白领 又用国华会的外国人才的雇用方法来弄 然后用蓝领的部位又从劳动部去 我觉得这个整体需要一个专法来整合 那个就是委员 因为我们今天审查的是外国专业人才的懒财条例 我们到时候在讨论新经济民法的部分 我们再来就这个部分来研讨 好不好 好 那我当然知道 但是因为这个会跟我们今天讨论的法条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刚刚大家委员的这个询问 如果没有依据我们第12条的条文 是不是就按照邱志伟委员跟赖瑞荣委员的版本通过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